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 我们还是继续的来思想 灯山宝训 主耶稣对我们的教训 我们在说灯山宝训是马太福音的五六七三章 特别第五章开始就讲到八辅 基本上是讲到一个基督徒 八方面的人生的态度 所以有人说Be Attitude 基本上这个字就是蒙福 或是极大的喜乐 极端的喜乐 但是我们故意把它拆开 叫做Be Attitude 就是你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有这样的生命 自然而然你就会有这样的思想 自然就有这样的人生观 人生价值 自然就会有一种的人生的 所谓的生活的表现 这个叫态度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一开始说到 一个基督徒是有福的 虚弃人有福的 爱动人有福了 今天我们要看这个 温柔人有福了 我们说过有福这个字 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快乐的意思 Happy is the man 但这个快乐是因为他蒙神祝福 所以有些英文也翻译叫做Blessed is the man 但是如果说神祝福了 所以我们就快乐 我们想说当然神祝福 如果给我有这个有个 生活生活上丰丰不一无所缺 我的困难可以解决 或是我的需要可以满足 我不否认这个 因为我相信整本圣经所说 包括等到我们读到登山宝训的时候 神既然创造我们 祂就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就像我们要养育我们的孩子 常常有说 为什么今天很多年轻人 不太敢生孩子用这句话 因为他们发现养育孩子的能力 是不足的不够 他们就预备一下 等到时候到了 他们再养育孩子 当然我们天父不会是这样 祂是创造天地的神 所以祂为祂的孩子预备 不是衣食住行困难的问题 甚至包括说 如果为这件事情的担忧是不对的 因为看看 地上的花草 祂不仿不止 祂穿得比索门王 穿得更漂亮 天公的鸟不重不收 祂吃的天父还养活祂 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呢 所以当我们说有福的时候 圣经所提的 不是说你的需要被满足而已 甚至你想要什么有什么 那变成进到一个叫成功神学里面 但你说牧师为什么这个快乐呢 为什么他觉得神的祝福他是这么的重要呢 以至于他能够宣称我是一个有福人 因为当你信了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人生还在迷茫的时候 还不知道目标还是方向的时候 因着我们认识的主 我们知道人生是有目的的 不仅是这一生 还是包括永恒 但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知道如果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永恒的盼望 意思说事情还没有发生 但将来必须发生 可能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我怎么去吗 真会发生吗 起码看看我现在的生活 有这么多困难 那真的可以保证我将来 神所应许一定会发生吗 所以这边讲到这个有福是什么呢 是你知道一个地方 第一个不知道你需要有个地方 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有人要带你去 更好的是有人陪你去 有人帮助你 从这个地方到的那个地方 这个叫做有福的人 换句话一个迷路的人 他不仅找到方向 他知道有人带着他走 陪着他走 那这个人呢 他的生命里面就有这么一些的见证 为什么神可以带着他走 为什么他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信神 现在他信神 为什么过去他不相信神会保守他 供应他 今天为什么相信 因为他知道人生 他一生的努力的成果 不能够带他来到神的面前 要紧的是 在整个的这个福事的当中 你会让他们看见一件事情 原来若是我们跟着神来走 让我们能够跟着主来走 这时候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心的当中 以至于我们相信 我们必定 所以一个虚心人是一个依靠神人 这时候我们有个主的时候谈过 第二个是什么呢 当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神喜欢什么 我们是否做神喜欢的事情 神不喜欢什么 我们不喜欢做神不喜欢的事情 换句话说 一个人会爱痛 他爱痛不是因为他想要没有得着 他爱痛是他宝贵的东西失去 他爱痛有个过去我还没有信耶稣的 一个很轻的感觉 就当我做一些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 不是毫无神的心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难过 爱痛不一定要大哭 但心中会有个悲哀 甚至哀痛到程度我们会 为什么我错了再错 为什么这个错不能够离开我 为什么我要走到神的心当中 却做不来 所以很矛盾的一个基督徒 信的耶稣反而常常会有个哀痛在里面 有个灵里面叫做不足在里面 为什么 所以前两个礼拜我解释一个 就是说我讲完道以后 我还是觉得心中很别扭很难过 甚至用Martin Roy兄讲的话 用这个师父真讲的话 他有一个所谓的忧虑在里面 忧郁在里面 depression 意思说我这么好的道 神这么好的真理 怎么让我这个人来讲 讲了乱七八糟 我们突然发现有个人生的价值 不在于吃喝玩乐 世界上这些名誉地位 是在于有没有完成神的旨意 虚心人他会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 如果是一个爱痛人 他会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 身边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我们心靠神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一无所有人 我们是虚心的innocence 是因为我们的神 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有几千 都是祂供应给我们的 都是祂放在我们的身上 那今天过去我不知道什么黑白 甚至我们是黑黑白白不清楚 甚至我们觉得黑白又怎么样 起码我比他好 我没像他们这么坏 但是当你信耶稣以后 你突然发现 只要不是讨人喜不喜欢神 只要不是不讨神喜欢事情 你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觉在里面 所以你成为一个信靠圣服人 一个虚心人 神说你虚心吗 孩子我愿意把你一切的需要给你 我要把我的国给你 把我的权柄 把我的能力给你 好叫你能够走在我的旨意里面 既然你是个信靠我的人 所以我乐意把我的信义向你打开 虚心人 哀痛人 这是一个承受神的国 完成神旨意的人 我已经讲过了 什么叫天国 什么叫神国 天国基本上讲到国是讲到权柄跟能力 神要用他无比的权柄 没有人可以比 无穷的能力 把万有都带进他的旨意 这个叫做天国的彰显 OK 那这个完了以后 如果这两方面是对自习 那后面提的这个八福 后面包括今天我们要谈的温暖 这是对神 这是对神 既然你今天有的 我有的 都是神给的 今天我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这是神要我做的 那底下问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愿意服侍神吗 你愿意被神来使用吗 礼拜六时候有机会 一位牧师宣教士 带我认识一对从缅甸原住民那边来的 族里面的人 我们谈的蛮多 虽然我们从来没见过面 这对原住民 这个 他不叫少数民族的 这个传算父母 他们整个族已经姓族 他们开始要做到别的族上面 所以这位宣教士带我跟他认识 看看是否我们能够彼此在族里面 彼此可以有些的鼓励 当我们谈到服侍的时候 我们谈了很多的问题 这个不能做 这个想做做不来 不过我就蹦了一句话 我们常说我们愿意被神来用 其实问题不是你愿意被神来用 你的问题我的问题 神可不可以用我们 我们愿意服侍神 我们愿意被神来使用 但是倒过来 我们在神手中好不好用 在过去做事 在过去 在这个教会 后来出来做传道人 当然做传道人 这么久 我发现有许多 不能在福音派 也在灵恩派 他们真有才感 他们很努力 他们真是站起来 是值得我们称赞 有时候我就说 如果我能够像他这样的 又能够讲道 又能够议兵赶鬼 又能够带敬拜 然后我如果像他能够 把教会带领这么好 这么大一个教会带领这么好 不能是福音派的 不能是灵恩的 但后来发现 这么好用的 这么能够被神来用 从人的脚再看 我们到最后 他就跌倒了 然后他整个ministry 整个事工就倒了 整个跟从他的人 就倒了 所以当我们好多年前 我们在北美开了 灵粮特会的时候 有一天我还记得 我还坐在坐车 流同牧师开车 他师母在前面 我跟我妻子在后面 还有群帽牧师在后面 那时候 那好多年前 我说我们会带出一个 好像葡萄园这样一个运动来 因为我们在华人当中 产生一个蛮大的影响力 起码那时候 给我们从看到北美 看看我们现在 好多人加入我们教会 进到 我们也开了很多分堂 全世界现在有四百多个 还不到五百 大概四百七 四百八吧 不论直接间接的 不论我认得不认得 反正都跑了 所以那长得很快 所以我就蹦一句话 好 我在后面 师父 我们好像在华人当中 产生一个叫做 葡萄园的运动 我记得流同牧师讲句话 让我到现在很难忘记 很好有这个运动 但问题是说 这个运动会 会继续有多久 现在 这个不是批评 只是讲事实 现在的那时候 大概就很有影响的 这个叫Vingham Movement 整个葡萄园的运动 慢慢慢慢 现在不太听见 我要说的是在这里 什么力量叫我们能够 我们已经有这个 有目标 有方向 有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有这个 我们当然应该做下去了 没有错 我们刚开始做得很好 我们也蛮努力做了蛮多年 但问题是说 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而且越做越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 问人有福了 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我离开第一点前 我要用以福所书 第一章第三节 我们蒙福是一定的 但这样的福气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来荣耀神的名 怎么用把整个神的心意带出来 让这个地能够改变 我想是我们要学习的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在基督里 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要照焉世音在这里 这是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三节 这一节经文讲到三位一体 讲到父神的爱 爱不是抽象 爱是具体 父神乐意爱我们 所以父神乐意把所有我们需要都给我们 甚至我们不知道都给我们 那这样的需要 白白的给我们是在基督里 换句话说 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有什么 你就有什么 他有了各样的资源 他有了权柄能力 他看到万事都互相效力 包括一条鱼都突个银子出来 包括五饼二鱼 五个大麦饼 两条小鱼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五饼二鱼五个大麦饼 不是很大的麦饼 是大麦做的饼 那叫Cookies 他能够喂饱五千人 讲什么 亲爱弟兄弟 当你讲 神啊 我什么都有 就五饼二鱼 神说 喂饱五千人 讲五饼二鱼 不是给你找个借口 我什么都不能够做 讲五饼二鱼是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 凡事都能 所以基督有的你都有 显明神的爱 而且在基督有的有时候 要让你能够经历得到 所以这边用句话叫 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各样 足天的 是天上来的 不是地上来 属灵的福气 这两个翻译 一个属灵的福气 这叫属灵的福气 Spiritual Spiritual 这个Blessings Or The blessings From the Holy Spirit 是从圣灵来的 换句话说 整个这样的福气 会临到你 是因为透过圣灵的工作 神学用这个字 圣灵会把神的化身的应许 叫做发生 产生 叫做realize 就realization realize 就是把它发生出来 神的话 没有一句话是落空 三位的guarantee 保证你 活在神的应许的里面 我想so far so good 大家说 我们基督不得了 那问题 为什么 这个人会跌倒 那人会失败 为什么我会后退 为什么跟神说我不干 因为里面有个生命 一定要成熟 要带出来 这个生命叫做温柔 什么叫温柔 这边说到温柔的意义 这个人很温柔 因为他很 这个人心很软 大概不好用这个话 这个人很弱弱 不过这个人心很软 这个人脾气很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跟你的 这边用到温柔这字 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 这边是讲到非常刚强 这边是讲到什么 非常有力量 有能力 不仅是刚强 是壮胆 他有非常坚定的那一面 所以壮胆这个字 你可以发现是非常有把握 这个人很刚强 对事情很有把握 不过你要了解 这不是固执 不只是他想 他只是跟你争吵 就是争吵他所坚持 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坚持 这个字用的意思是 原来用在来 叫做一个power 一个能力 是一个被control的power 一个被控制住的能力 这些年来 我很快地跟弟兄姊妹提过 不过今天我再提一遍 这个字最先是用到药剂师 原来一个药剂师 可以拿一些化学药品 这些药品如果没有处理得好 吃的话吃死人 但是这些化学药品 在一个药剂师的手中 他可以调出一个药品来 叫有病人得医治 是一个control的power 这个字会发生什么 是一个被broken的 一个horse 一个马 是被训练过的 一个不是一个野马 换句话 这个字exact是用在 那个马的那个脚环 这个马如果没有被训练过 它会踢死人的 它力气很大 但是一个马被训练过以后 它力量还是有 不过它的力量是用来被用的 载货也好 载人也好 我们家住在这个Bay Area 旧金山的湾区 我在东湾 不过有时候朋友来 我们就带他到旧金山看看 其实你不一定要到旧金山 你从Oakland这个地方看看对面 很多的帆船 应该是私人的吧 帆船 吹在帆上的那团风 叫做温柔 风可以把一个船吹翻的 但是吹在帆上那团风 那个叫温柔 换句话说 温柔是什么 是一个控制的力量 今天你我有了力量 你我有了资源 你有了权柄 有能力 你有了意向 从个角度来讲 每一个人能够像你 当然不是你的本领 是因为基督在你的里面 问题是 你有这么多 是给自己用呢 还是给神用 几十一个人 有了这么多 不论他是福音派的 不论他是灵恩派的 他只是走自己的路说 知道他会跌倒 知道他一定会跌倒 甚至我常问 神问不让他跌倒 甚至跌倒就起不来 今天我不知道跟大家谈这个题目 不过我学了很多的功课 所以有时候再碰到弟兄姊妹问 牧师我常为你祷告 我说感谢主 然后你多下去 牧师啊 你现在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 这个是我的标准答案 为我祷告 让我千万不要跌倒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你需要 你是否是一个温柔人 让我再去解释 温柔是一种的态度 温柔是一个控制住的能力 一个人有能力 你就有很多的想法 一个人有人 他立刻马上要做很多的事 因为我有啊 所以马上我的这个所谓的 一次发生 这个所谓的反应 用这样叫做所谓的instinct 就是那个回应 人的那个 我们常活在这样一个人的反应里面 坦白说 今天我们这个人 既然是重生得救 不是活在人的情欲 或是人的肉体的那个反应里面 应该是活在圣灵的掌管 也活在主耶稣基督掌管里面 所以马上有个分别了 温柔跟不认柔 但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的反应是血气的 是肉体的 你的反应是神掌管过的 你还是有感情 但这个感情是被神掌管 你还是有你的知识 有你的思考 但你的知识是被神掌管 以至于在掌管的底下 你会把神生命的元素 昨天下午说 我在儿哨跟他们同工 有一点的追求 我真是感觉到 我们要服事的好 服事的对 而且服事的旧 我们一定要学习被圣灵来掌管 回到这个地方来 刚刚已经提过了 所以这个人会拿捏很好 为什么拿捏好 因为他问过神 他让神告诉他怎么拿捏 以至于他在整个心目当中 他想事情 就不是我的面子还在不在 我的口气有没有挣回来 我在处理这件事情 神啊 你可不可以在这心上 能够得到你的荣耀 纵然从某个角度 我也吃亏了 这要从前面开始 常常说 牧师 为什么我信耶稣 我祷告 这困难还没有走掉 其实 为什么你这么多 为什么信耶稣有这么多困难 想看这也蛮对的 你不信耶稣 大概没有这么多困难 原来这困难是告诉你告诉我 到底我们的生命 先不要讲 因为我们处理事情 都看我们的本理才干我们的智慧 甚至你不要讲 你拿我的名片 我是几个PhD 你不服我 要服我 但圣经讲的 不是你的才干 你的本领而已 是讲你的生命 那我再解释 这是一个态度 因为你的生命定义 要荣耀神 是所谓的环境的当中 你的整个的感觉 已经不太重要 神的感觉 比你重要 或者那个人 对于神的认识 比你 对于这个人 因为你被误会 所以神 你这个人都不认得我 你就随便批评我 不过时候 你有个感觉 有个的priority 一个认知 你觉得神被他认识 比我被他认识 更加的重要 讲到这里 这不是一个人 能够做的 我们来看段 加拿大书 第五章二十二节 我们应该可以读到二十六节 不过我想 大家在很熟的经文 加拿大书第五章二十二节 圣灵所接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良善 信使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法禁止 如果再读二十二五二六的话 你会发现 第二诗告诉我们说 若是我们靠圣灵得生 就应该靠圣灵行使 所以我们这边需要 Yield to 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 要顺着圣灵 如果是顺圣灵 会带出几个结果 二十六节 你就不会什么呢 这样的人 就不会二十二十六 你就不会贪图虚名 就不会彼此斗气 就不会彼此的嫉妒 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圣灵在你上做工 给你带出一个叫做生命的果子 刚刚读的叫做温柔 后面接着保罗再多加一个 叫做节制 温柔的人一定是一个节制的人 节制人因为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双胞胎 他不会一下就发飙 他一下不会就 我就很不爽 一下就想到 我已经被他打败了 他打败怎么样 你又不肯败啊 所以你还要跟他吵啊 我怎么可以给他打败 常常呢 首先呢 礼拜六 这个传导人 这个宣教师是我很熟的 以前在我们教会里面 他那时候还是平信徒 后来出来做传导人 神的灵家上做工 不过他服事 有一个很大的学习跟挣扎 他真的用心 贪真努力 很所谓的讲究 可以这样说 可能讲究到个程度 别人跟他想法看法不一样 他就卡在那里 真要卡在那里吗 真必要卡在那里吗 如果卡在那里 是这么真理的问题吗 还是做法看法不一样吗 如果看法做法不太一样 那谁有权难是绝对对吗 我们都在那里面打转 人家公司不也是这样吗 人家公司做事的时候 你很怕跟你同一个 level的 他们做得好 做得快 一讲到公司 这个project 这个成功 然后讲到他 他 他 忘记提了你 有一次 我的老板跟我谈完以后 我就 我就从办公室出来 有个的 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同事 他刚好碰到我 第一句话 他说Ted跟你讲什么 第二句话 Ted给你多少的薪水 Ted是我的老板 Thomas 我想 我也不用跟他 repeat 我的老板跟我讲什么 因为我的回应 我老板听不太懂 我说他更加听不懂 我不说这么阿Q精神 我不需要有个薪水等等 但是你真正的目的是干什么 你真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 但是还在做事 里面还是很多的学期 出来服事 还是很多学期 直到那一年 出来服事第六年 四月早上 一个礼拜 我已经讲了很多事 当我一个人在教堂 在我自己服事 在国外的时候 神的灵就叫灌下来 让我明白 什么叫虚心有福了 从那开始我整个服事 看见神的全病人的彰显 我开始明白神的旨意 我会讲圣经 但我不见得完全明白 甚至明白也做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 从某个角度 喜欢来我们家 很多人喜欢跟我同工 因为他们还蛮佩服我的 问题是他们佩服我 不见得羡慕我 好厉害 这个好厉害 要不要跟得来 有天有个人说 牧师啊 我看神在大用你 我说 谢谢 谢谢 然后他蹦下来 但是我很怕你 你听得懂吗 神大大使用你 然后他说 但是我很怕你 这怎么一回事 我们讲很多的人际关系 我们很讲的 人缘相处 是交通不够 什么不够 基本上 我认为这些都够多了 技巧够多 最后还是个生命的问题 温柔人是圣经所结的果子 一个人 我已经讲过 以前有一次讲 忍耐跟包容 忍耐跟包容 是一个双胞胎 因为我刚刚提了一下 谦卑 这个所谓的 温柔 跟节制是一个双胞胎 其实这些都有关的 不是说哪一个 都有连在一起 什么叫忍耐 忍耐是不屈服 包容是什么 包容是不报复 忍耐是外面来的压力 这个东西不会变形 这个叫忍耐 因为你里面的气很足 如果一个啤酒 或许说 你的信心很清楚很强 所以外面环境不能够影响你 什么叫做宽容 宽容是不报复 很多时候 我们有意无意的 最少要争口那口气 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我还是多讲一句话 当我开会的时候 最后有个人 弟兄跟我看法不一样 甚至有时候过头 我讲的话蛮重 最后我说 这样子 神我该怎么办 如果他觉得他对 让他做看看 因为再不对了 再没有效 也不会错到哪里去 我说神要对 但是我是牧师 他不会是一个执事 我真的要听他吗 神说这叫包容 你不用改 你是忍耐 你坚持 你所坚持 但是如果 所以我就可以 一群人开会 我说这样子 我们就照弟兄的做法做开 三个月后我们再检讨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重新试试 是不是照我方法来做 还不到三个月 一个月 在开执事会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大概他也知道 这个他做不出来 那牧师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好了 我们照你的意识去做 这时候我有一件事可以做 我做什么 弟兄我早就告诉你 你本来就不行了 我早就告诉你 只是我很有度量 这叫包容 我可以告诉你 当我做完这件事以后 没有一个人 他绝对不会跟我再讲事情 其他人也不敢跟我讲事情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万一他不对的时候 我不会放过他 牧师啊 你好会忍耐 好会包容 我要告诉你 我原来以前不是这样 不是我早就认识你就好 我是感谢主 没有早就认识我 不然我早就气死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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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灵恩的朋友 最大的不同在这里 我要的恩膏不是为了服侍 我要的恩膏 是能够活在 向主耶稣基督 圣经说 刚读完那段 加太书 后面不是这样说吗 25 26节 这样的人 他不会贪图虚名 这个人不会彼此惹生气 这个人不会彼此的嫉妒 最后我们来看看 我把温柔讲完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是一个被控制 这个需要圣灵来引领你 你需要学习怎么 Yield to 我们上高速公路 我们是从这个交道上来 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不能够说 我已经到高速公路 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 你要看看旁边有没有车 如果后面 已经在高速公路 跑的车 你从这边上来的时候 从交道上去 你需要叫Yield 就是你现在让他 这就是为什么 跟弟兄姊妹讲 每次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给神五秒钟 不要这么快 你自己来 给神五秒钟 给圣灵可以做工的机会 给圣灵帮助你 带出一个叫做温柔来 我总是问主啊 当我等一下开口祷告 跟祂讲话的时候 求祢让我所做的 能够荣耀祢 这件事情我处理能够荣耀祢 第二个是什么 当我开口祷告 开口跟祂讲话的时候 祢要告诉我讲什么话 甚至保守我的情绪 保守我的脸上的那个表情 所以保罗说 如果你要得胜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罗马书第八章这样的说 你要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事 随从是这样的决定 你的意志 体贴是这样的思想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of spirit 不能说神啊 我要荣耀你 但是你讲的还是自己的话 神啊 我要荣耀你 我要帮助你解决 但是你用的 还是你的方法 甚至包括你的血气 这是不能够work的 这样的人 他们必承受地土 解经家告诉我们 特别这个观念 是处于诗篇 第37章 37篇的 9到第11节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次的经文 第10节把它跳过去 第9节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唯有等候耶和华的 逼承受地土 但谦卑人逼承受地土 因为这11节 逼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一个承受地土的人 他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 刚刚说给神五秒钟 这个人在等候的时候 他带出一个结果 他是一个谦卑的人 这个字翻成谦卑 这个字也翻成 这边所说温柔 看你怎么翻都可以 基本上这个是 类似同一个的观念 他是一个温柔的人 这个人会得到 这承受地土 底下有一个事情 他是一个喜乐的人 又回到 他还是一个蒙福的人 有福了 他的喜乐在哪里 他会有丰富 他会有平安 就是那节经文的解释 当然你要进到细节里面 这是我们需要 在进一步去思想去探讨的 承受是白白的 你不用赚了 你有就有 没有就有没有 人家给你就给你 人家不给你就没有 当你愿意 活在神的面前 圣灵会把一个温柔给你 不是你修养来的 但是基本的条件是说 你这个人是愿意为主来活吗 你这个人是愿意 活出神的旨意来吗 但你知道就是愿意 你做不来 我也做不来 圣灵说 没有关系 孩子你做不来 我会帮助你 我是你的保卫师 也叫做Comforter 安慰者 所以圣灵 这一字的意思就是 他站在你的旁边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然后他会鼓励你 他会按你 这个事也判成叫律师 圣灵做这样的工作 你不需要求的 你愿意可不住 但你跟圣灵说 我做不来 神说圣灵说 来我会帮助你 既然我从教导出来 我就冲了 不过圣灵这时候 本来我根本不理圣灵 我在想办 所以我做不来 我就出去上了教导 但是我找圣灵在旁边 我说圣灵请你走在前面 你来带路 我跟在后面 这时候一个事情发生 你就有个温柔 为什么要这样得温柔 因为你好像能够得着地土 当然旧约的时候得着地土 跟得着迦南地是分不开 但是从旧约 特别从希伯来史来讲 得迦南地不是最后的目的 是在迦南地里面所享受的丰富 所享受的平安 才是真正的目的 所以希伯来书讲了 这人进到家里 还是没有安息 因为就进去以后 还是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 我们信仪也说 我们还是觉得很贫穷 然后我们觉得 我们的人生 愁苦难为一大堆 我们祷告好像也没有果效 祷告好像也没有结果 那神所应许的 权柄能力是丰富 都到哪去呢 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得地土 白白的 白白得是什么 是叫你得这个地是白白的 倒过来你先要有培养出 或者得到这样一个温柔的生命 刚刚所说的 我就用具体用朗诸经文 来跟大家来思想 第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 大家都很熟的 凡老虎当中那人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他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恶 是我的样子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当然是轻生 当你进到温柔的时候 神教授你的使命 神教授你的责任 神给你的机会 你会得地为业 你会承受 你会领受 而且你会在这个事情上做发展的工作 做发挥的工作 这段经文 《劳苦丹重担》 不是对不幸来讲 是对当时的宗教家 特别是法律赛人 祭司来讲 现在宗教一大堆 但是心中一点平安都没有 比来比去 谁比他敬天 谁比他用心 到最后 他发现我不服他 又觉得很贫穷 但又做不来 主耶稣是这样吗 他就做一个非常比喻 到我这里来 跟我同父一二 什么意思 一个牛他没有跟过地 他学习跟地的时候 他跟一个会跟地的牛摆在一起 当然他比较健壮的那个牛 而且这个牛是刚刚 已经预备好要跟地 也比较年轻 所以在当时做一个 二叫做double york 就有两个 可以套两个牛的 但那个的牛呢 这个york 比这个老练的牛 比这个新的牛 多了半步 甚至多了一步 所以呢 在走的时候 是两只牛一十九 不能够 就又不允许 牛跟马都那一 因为个性不一样 所以两个牛 是个性要一样的动物 个性是一样 但很明显 个性一样是一件事情 一个是有经验 一个是没有经验 一个是老练 一个是没有 所以在整个根地的当中 这个新的牛 不仅要学习 这个根地的技巧 小牛跳一跳去 这个地也跟不止 但更要紧的 他要学习这个老练的 他的个性 他的脾气 就在这样的同父一二的当中 主耶稣说 你当像学我的一样 意思说 就像同性当中 你慢慢的 主的温柔 主的谦卑 也成为你的温柔 也成为你的谦卑 好像一个老练的牛 那个个性 已经成为这个新的牛的个性 习惯 成为这个新的牛的习惯 我们需要神的带领 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 好像一个新的牛 接受这个老练的带领一样 但不停在这里 这样的话 你的服侍就得享安息 安息在原来的意思 是享受的意思 当神创造完了一天一天 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已经创造完 都美好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就不需要再创造 所以神就定那个日 为安息 安息什么 就欣赏 神自己欣赏还不够 他还照人来欣赏 他的一切的创造 特别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 是一个享受 温柔的人 如果神给他有机会 白白得着 白白的在这边享受 不是劳苦重担 不要说各位 我们在公司也好 在职场也好 或在教会 我们教会小 神啊 为什么神啊 你给我们这么少人 我们人多少 神啊 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人 我们永远没有安息 我们从来没有享受 神给那个位置 有的又怕失去 没有的希望能够得着 所以当你这样跟主同心的时候 主的温柔 主的谦卑 成为你的温柔和谦卑的时候 你可以享受神给你的护照 但就两个结果 一个叫做 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神 当然不可否认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担子 重担 家庭的需要 孩子的成熟的过程啊 一些的问题啊 公司里面的一些问题啊 教会的问题啊 小教会有小教会的问题啊 大教会有教会的问题 所以你需要有人分担 所以圣灵会分担 叫你的担子能够轻神 否则一个人背不起来 不过我觉得前面那个不解释就很可惜 我的恶是容易的 什么叫容易 每一个人想到我的工作容易 没有人想到工作容易 这个字确实没有说容易 说你貓貓乌都可以处理 这个字在原文是 的意思是说 一个裁缝跟你缝衣服 为你量身定做 原来在人生这个过程 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的发生 是神为你量身定做 以至于 你会享受 你会欣赏 我有机会 跟一堆夫妇在聊 他们在体验 确实 如果他接受一个任务的话 对他来讲是很重 我从旁边了解也是非常的重 因为那个太大 太复杂 坦白说太不容易 我能够做的 我要天天为你祷告 我真的天天为他祷告 我要你知道 如果你接受的工作 让神带领你 如果神带领你接受的工作 你要相信 神会让你这个工作 你的经验是清神的 当然我也在思想 怎么帮助他能够清神 但是更要请让他知道 这时候这个工作 是神为他量身定做 但有人说 牧师你好幸运 你能够带这么大一个教会 其实我里面 我讲不出话来 第一个反应是说 你说我这么幸运 你要不要做看看 不从而找 我很感谢主 可能他的想法是说 神把这个机会给你 这么大一个机会给你 我就跟神说 很可能 这个机会来的时候 我力量不够 但你一定会把 新的力量 更多的力量 加在我的身上 这是你在处理 为神来服侍的时候 你的饿是永远的 但你是清神的 因为你是个温柔 不仅这样 当你带领团队的时候 另外一个经文 我要请大家看 是明书记第十二章第三 这是摩西说的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坦白说解经很难解 明书记是摩西所写的 一个写明书记 一个作者写到自己的时候 他说我是为人谦卑 胜过世上的人 你会觉得好奇怪 如果我的书上面写这么一句话 欧永亮为人极为谦卑 胜过世上 大概你把书退还给我 翻译有点难 另外一个圆语面 翻成这个 这边做谦和 基本上就温和的意思 温柔的人 就mek 不过这次也很可能翻成 叫做mystery 叫痛苦 OK 我不讲这个 就回到这个地方来 他真的非常简单 有两个人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保罗 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谈 我认为摩西是一个很会带人的人 一大群人 甚至里面乱七八十什么人都有 产生多的误会 多的藐视 甚至把摩西给 把他去掉 你看 到最后连他姐姐哥哥都是笑他 他是一个会能够带人的人 保罗是一个会训练人的人 叫装备的人 有点不太一样 一群人我会带动他 这是一件事情 一群人我会把他装备起来 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功能 两个都重要 我不说哪一个比较重要 不过回到摩西 他怎么能够带这么大一个群 而且他这么能够 他进不去 他内带进不去以外 但是还是可以训练人出来 能够进得去加南地 他有的不是才干能力而已 他有的是一个叫做柔和谦卑 在过去我看了蛮多 当你进到那个机构 进到那个团队 进到那个的公司 都这样啊 包括我们今天在西谷 看了蛮多人 因为那个公司没话讲 因为那个的总裁没话讲 不过到某个阵阵 因为我羡慕他 不是羡慕 因为我佩服他的才干 但是坦白说 我不太羡慕 跟他交朋友 所以有一天 我也起来了 我也不错了 我们就出来 我们就自己开个公司 或是有一天我醒了 我就离开 我自己去开个教会 难道这些年间 没有人告诉我说 牧师你要不要出来 我们来开个教会 当然有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服侍 目的是谁 那个目标是谁 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 神给你是什么 然后有没有好好用神给你的 然后在所有的起伏当中 你有没有坚持住走下去 我觉得从摩西也好 从保罗学了许多功课 如果你是一个柔和的人 你才可以带出团队 人才会跟你 否则迟早他会走 第二个 他会带出一个合一的团队 第三个 当带出一个合一的团队的时候 你会发现 原来 过了一天时间以后 欧永亮不是一个欧永亮 你会看出 有许多的欧永亮出来 以至于神的国的彰显 是没有限量的 以至于神国的 potential 那个潜能 改变这个世界的潜能 是没有限量的 读出教会历史 读出教会近代的 看看多少国家被压迫当中 但这个国家 基督徒更加的忠心 更加的有能力 这些人 你从某角来讲 他们跟着师父 不见得这么的有能感 不见得这么会讲道 不会这么的会解经 不会这么知道怎么治理教会 不知道怎么 这个祷告是中的策略 那种的策略 这些人只有一个 他用他的生命 带他底下跟他的人 中间有一个特征 他是温柔的 他是温柔的 他看这些人的潜能 是他努力的目的 他看见被建造起来的时候 他们能够更好地服侍主 是目的 温柔的人他必承受地图 要understand这句话 他的影响力 我们说温柔 这个温柔怎么会有影响力 不 这个温柔的人有影响力 因为是生命的影响力 常常我回到北美的时候 我碰到一些教会弟兄姊妹 你要跟Joshua谈一谈 因为我在以前教会 他还在大学 其实青少年我就认得他 其实那时候他真不怎么样 很调皮的 我说为什么要看看他 牧师他就接你的棒子 我接什么 他我离开了美国这么久 这些年日他走一圈回来 他开始从回一圈 他专门有负担 做流浪汉 我们叫街友 叫homeless people 然后做完 发现其他的年轻人 被他影响 也支持这个事工 所以我们中间有一群homeless people 其他有一群就是教会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对教会只是 是洁身至爱上 还是指我们大大大好好 他们不太这么认同 他们认为神这么赐福给我们 应该成为别人的祝福 现在他带的这个英文牧区 比现在的华文牧区人还更多 所以他们 牧师你一定要跟他 他就是接你的棒子 坦白说我没有跟他说 你接我棒子 那个时候他那个样子 还不太容易接 我突然发现这件事情 他catch的不是我的本领 我的才干 他catch是我的heart 我的心 确实在那段的时间 我常常提到 难道我们教会在这个社区 在这个地点 我们好就好吗 其他不会 因为我们能够蒙福吗 温柔人必承受地图 我要祝福在座各位 你们是温柔的人 圣灵在你我的里面 结的果子 但这个温柔要用出来 在服饰上 经验什么叫温柔 在待人的事情上 经历什么叫温柔 你会发现 你产生的影响力 是没有限制 你产生的影响 那个深度 是你无法测度的 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愿神所应许的这个温柔 借着圣灵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不是发生而发生 当圣灵把这个温柔发生 我们要把它用出来 用在我们的服饰上 用在我们怎么带领 弟兄姊妹身上 或是我们的同事身上 也至于我们看到这个地 什么叫多的得地为业 让这个地 就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 要被改变 要被福音来改变 我们就知道 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 我们靠同生来祷告 哦 我的主 我的神 我们在两晚 我们把自己交受众 把弟兄姊妹交受众众 让我们更多的走在新年 让更多活在新的人 主啊 主啊 让我们成为温柔 真正温柔的人 让我们能够常常经历你同宅 也常能够把你的 福和生命担任 主啊 好像我们四人 一种能够一起 能够看见福音 得到福音的好处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 我知道你很努力 不论在工作上 在服事上 但你觉得总是很不顺 或是困难你走不过去 或许一些你不认为是困难 怎么会变成困难 你有才干呢 你有热心 有热忱 你也真的很努力 我相信这是一个时候 神要让你学习 什么叫做温柔 我们很容易讲 要交给神 真的吗 我们让神带领我们 真的吗 你愿意全然让神来主管 真的吗 神说我要用一个被我掌管的人 他的心思意念 你愿意从现在开始 任何事情发生以前 前面你的感觉 前面你的感觉 前面你的想法 总跟神说 神啊 当我做事情 我要荣耀你 第二个 神啊 告诉我该怎么办 给神五秒钟 这是你的操练 我相信神会帮助你 从许多的 刚刚我所提的困难里面走过来 起码 很多事情我是这样走过来 这时候你会发现 不一定事情通了 而且有一群人 会在你的旁边 他们不会跑掉 他们会跟着你 而且多几年这种事情发生 越来越多人跟着你 如果在我们当中 在身体上 你的呼吸 整个呼吸的系统有困难 这是你的困难 等于是刚刚所提的 你在工作上 生活上的一些的努力有困难 或是身体有困难 当然还有别的需要 你可以到前面 我们为你祷告 主啊 我们随时 不能到哪里走到哪里 不能那个环境是顺势力 我们都要扬声高唱 因为我们相信 你必定与我们同在 主啊 我们怕站在前面 弟兄姊妹叫手中 主啊 今天你对他们来说话 你这样做成要做的工作 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 弟兄姊妹 当我们离开这里 回到我们生活工作岗位上的时候 主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让我们在生命上 在我们在工作上 这时候上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天佛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时的公义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 Amen Amen 我们感谢主 彼此问他就可以离开